HELLO 大家好,我是Kenna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商品是我最近使用到覺得還不錯的愛用品 還有一些一點點雷的商品 如果對我的視頻有興趣的朋友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好,第一個我想要分享的是Jewishness的精華化妝水 如果大家有用過它的安品精華的話 就是這個一定會知道這個藍色的保濕環 這個藍色保濕環,基本上我覺得它是這麼多 它那個系列的精華裡面最好用的 他們沒有添加香料、香精還有酒精,非常溫和 價格也很平價 然後它後來出了這個化妝水 其實就是這個藍色環衍生出來的 那它就比較水,但是它保濕力真的也是非常強的 我很少單擦它 因為我單擦它,覺得它的滋潤度實在太好 我比較喜歡塗不同的保養品 這樣子就很難吸收 因為前面已經那麼滋潤 後面就又越來越黏 所以我很少會把它當成化妝水用 除非我很乾,或是我即時想要保濕的效果 擦它就非常好 等於擦了一瓶乳液 然後呢,這個呢,我通常拿來濕敷 我通常會用IPSA的那個化妝棉可以撕開好幾瓶 會敷在我的脖子上面 我很多脖子紋,從小就有 那是基因的關係 國小的時候已經有了 那我也是還很勤勞地保養它 平常呢,要買那種很符合我的那個脖子的面膜 非常的難 然後又很少,不然就很貴 不然就沒用 所以呢,我基本上都放棄去買這種脖子專用 通常是用臉上的那個塗抹式面膜去用我的脖子 但是呢,我覺得 畢竟你就是一直在動嘛 它有時候那個紋動一動 它就會卡在裡面 就是有一個洞 變成它沒有真的辦法好好的吸收你的營養 所以我覺得它用那種蜂蜜絲的那個化妝棉去敷它的話 效果真的會有改善,會更好一些 或者是先塗一層那個面膜在脖子上面 再用它濕敷,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一陣子常敷它的時候 我的脖子紋的確是有比較淡的 當然你之後你沒有再用的話 它還是會越來越乾嘛 那個型還是會變明顯 像你沒有在打BOTOX你的眼紋 不就是還是會呈現出來嘛 不代表說你沒有在保養 是因為你那個肌肉比較發達 它一直做那個表情 加上你的年紀已經不像以前這麼容易回彈了 彈性沒那麼好 它就會越來越深 對,這個就是這種道理 那這個我就蠻推 因為它CP值很高 我已經用到第三瓶了 然後你濕敷,不只是濕敷 脖子,臉上也是很有用很好的 這個很推,敏感肌可以用 好,第二個也是化妝水 這個是Pixi家的Vitamin C化妝水 它Vitamin C系列 都是有添加那個阿胃酸跟那個益生菌 搭配這個Vitamin C的 那阿胃酸是一個很強的抗氧化肌 然後益生菌大家都知道 它是幫助你的皮膚健康的 其實那個南蔻的小黑鞍瓶 就有這兩個成分 聽起來是不是很高級 所以它這個價格來說 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是很有誠意了 它本來是水水的,黃黃的 但是它塗在臉上是沒有顏色的 然後有清涼感 然後有甜產的香味 也是沒有加香精跟酒精 用起來還蠻舒服的 最喜歡的就是它用起來也不會乾 反而是很保濕 又很清透 然後它搭配他們家的美白保濕乳液 就真的很有感 是有那個美白亮白效果 第三個愛用品先說一下 就是Peacee家的Vitamin C面霜 其實它有一個乳霜的 我比較推薦是面霜 面霜的質地是一般的面霜吧 看起來就白色的 沒有任何的顏色 然後呢 推開很水潤 很好推 然後滋潤度也蠻高的 蠻好的 但是它也不會說過度滋潤 我覺得是任何皮膚都可以用的 就是你皮膚比較乾的時候可以多擦一下 皮膚比較油 你就把它控制的少一點那個量就可以了 然後它也是有Vitamin C那個橘子的味道 也沒有添加酒精跟香精 然後它搭配那個化妝水我覺得真的非常好那個效果 一開始會比較明顯 後來你已經習慣就不會說越來越白 會幫你變穩定 幫你對抗那個紫外線 一開始用我覺得用Vitamin C搭配起來 其實有緊緻的效果 只是你一開始有感之後就會維持 它就不會越來越厲害這樣子 我就很喜歡它的質地 因為它跟彩妝品也不會打架 然後白天使用比較多 其實它晚上都可以用啦 你覺得它是很優秀的產品 CP值也很高 然後它的症狀是50毫升可以用很久 我這個是15毫升 其實用蠻久了 但是快用完 我覺得它也是蠻好用 化妝水已經用到第二瓶 所以個人是非常的推薦 好下一個愛用品是 雅思南代的最新一代的小中瓶 它的保濕力已經不用說了吧 很多人都有說過它 我覺得它續航能力很好 它滋潤度是可以保持一整天的 然後它擦完之後 非常的輕薄 那它用的時候 剛開始覺得好像很滋潤 就用在皮膚上面 可是它抹開之後 慢慢打圈吸收完 它就變得很輕薄了 就完全吸收了 不會像舊一代的那種 比較厚重 其實它也是滋潤 但是它同時也做到清爽的質地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很神奇的精華 果然是有進步 然後它香味是有一點橙皮的味道 我聽人家說像那個中藥味 但是我覺得像橙皮的味道 它為什麼讓我著迷 就是它修復力很好 像有一陣子我想要買美白的精華液商品嘛 買回家之後才發現它的酒精感是非常重的 然後用了兩三天開始不穩定皮膚 但是丟了又好像很浪費 後來我就把小中瓶放到精華液的後面 就發現我皮膚就變穩定 就可以重新使用那個美白精華液 然後而且那個美白精華已經被我用紅瓶了 所以我覺得它很厲害 之後我就發現因為它修復力很好嘛 就可以搭配一些我以前用起來有一點點過敏 但是又不是真的很嚴重的一些很可惜的商品嘛 我就翻出來又重新使用 我搭配它也是很奇蹟 一樣可以使用 就覺得它實在太神奇了 它一定是在家裡有一瓶的 我已經買了第二瓶備貨了 它是我應該這一年是最愛的精華液吧 這個是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它最新一代的實在太好用了 敏感皮膚是必須有的 好 下一個我推薦的好用品是 先說面膜吧 這個面膜我不知道怎麼練 它是韓國的品牌 A.R.O.H. 我推薦它的 雞雪草蘆薈 綠色的 跟海洋保濕環 它還有一個是白色的 是大米的 但是大米那個 我老實說我覺得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感覺 它是有保濕的效果 但是很普通的面膜 但它兩個就不一樣了 它敷起來冰冰涼涼的 然後有淡淡的薰衣草味道 然後我敷完之後那個 酱紅效果非常好 因為我現在 偶爾會做那個 家用的雷射 會比較紅 我用它 就那個 酷丹的效果非常好 然後敷的過程也很享受 它面膜質也很服貼 精華也很多 然後敷完之後 我覺得皮膚是有 很緊緻的效果 很緊繃 很緊繃繃的 然後還有覺得 皮膚有透亮透亮的 那個即時的效果 所以我個人是蠻喜歡 而且我敷到第二片 第三片都有 所以這個我一下就回購 十片 另外就是 海洋這個保濕環 它的質地是 千絲的 很滋潤的精華液質地 很像那種玻尿酸的感覺 然後它也沒什麼香味 那我敷完之後也是一樣服貼 面膜質是一樣的 最神奇的就是 我撕開之後 我整個黏 哇 敷完之後好像 修片一樣 白很多 我覺得是兩度 不是一度 這很白 當然它之後慢慢恢復你正常的膚色 就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它其實效果實在太驚人了 而且它非常保濕 我的毛細孔就變得很小很小 然後整個皮膚狀況非常好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個就有點驚呆了 我 這個是很推薦 目前沒有用過一個面膜 這麼評價 然後又這麼驚艷 所以這個我覺得一定要買 這兩個的都很好用 好 下一個好物推薦 是一個女性的清潔用品 它的名字叫Aromatica 是一個韓國的商品 它是素食的配方 然後它看起來是 它是泡泡的 我通常是擠三下的 然後可以用三個月 還有它的泡泡非常的綿密 很細膩 我用過很多的泡泡的清潔劑 但是真的是有差 它的泡泡是目前用過 最綿密 最舒服的一個女性的清潔用品 它是沒有任何的香味的 然後我之前用過很多都會加一些香味啊 或者是精油的 像衛生棉這種 你用了不會讓你真的會變香 它只是一個 嗅覺上面覺得好像有好一些而已 但是它其實反而是 有時候會影響 會刺激你的皮膚 所以我比較不建議 也不太愛使用有香的 如果是有香氣的話 我就會盡量用天然的 精油類的 但最好是無香 我喜歡它無香 然後它最厲害的是 它真的是有改善我那邊走路 然後它會有多微的皮膚 變得沒那麼敏感啊 變得比較穩定的 其他的就 收手就是有清潔效果而已 這樣 有的真的是過度清潔的感覺 感覺它 說是那個女性清潔用品 但是洗起來好像 就是一般的物語乳嘛 所以 市面上很多這種產品 可是我覺得用到好用的不容易 之前我是在那個 妇科的診所裡面買的 那個清潔用品 但是它只能在那個 妇科的診所有賣 而且它不在台灣 我現在在台灣嘛 所以就不能回購了 所以我在這幾年用了好多好多 不同的品牌 用下來可能是OK 就會一直回購 後來就是發現它 這個是真的是我的真愛 這個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價格又比之前用的更便宜 這個我推薦給你們 這可以買來試試看 好現在我講一下 有一點雷的雷瓶 先說一下 Pixy的精華 其實它使用感受也很好的 效果也是有的 先看一下它是 黃橘色的 滴下來是 流動性很強很水的 然後聞起來也是柳橙汁的味道 一下就吸收了你看 而且很滋潤 不會油也不會乾 也不刺激 很溫和 它裡面也是有 伊森菌跟阿味酸很強的抗氧化 然後呢 我覺得雷的原因是因為 我有時候搭配那個 防曬乳 或者是粉底液 它會讓我皮膚泛黃 它平常用是不會黃的 是很正常的 搭配一些其他的防曬也沒問題 可是我真的有好幾次搭配粉底液 尤其是粉底液 然後跟那個防曬 我是用那個DHC的Q10白金的防曬乳 一旦跟它搭配起來 我的臉就會放黃 就是它不是馬上放黃 它的時間久慢慢慢慢 你覺得臉不好 像有點黃氣 然後用紙巾一按下去 哇 全部都是黃黃的 就是氧化的感覺 太麻煩了 我覺得要去搭配它怎麼去用 就是晚上的話就還好 晚上比較不會遇到那個泛黃 我覺得是跟 防曬的產品跟粉底那種 不知道是哪一個成分 比較容易會出現這種化學作用 所以對我來說有一點雷了 大概我用完之後不會再 回購太麻煩 因為我比較想要白天也可以用 維他命C的商品嘛 那我就建議如果買了他們的朋友們就請使用在晚上吧 早上真的也不知道用什麼東西會造成那個氧化作用 就變焗焗黃黃就很尷尬 對 然後第二個雷品的是阿比的防曬乳 它也是韓國的 之前我是看youtuber 介紹的 他說他敏感肌適用 然後沒什麼香味 然後又說很保濕 質地很好 所以我就買了被他種草了 我才買了兩瓶 先看一下他質地 他擠出來就有點像偏乳霜狀的乳液 他本身是50度加 然後PA4個加很高的防曬吸塑 也很好抹開 可是他還蠻厚重的感覺 就是還蠻滋潤阿 他抹開也不會有泛白情況 他是物理性防曬 油油的看起來 但是他不是油喔 他沉膜之後就是這麼亮的 你可以說這樣子皮膚就比較好 其實沒有 除非你皮膚真的很好很平衡 沒有什麼瑕疵 不然的話 看起來就會更明顯你的瑕疵 毛孔阿各方面 如果當底妝前擦的話 到時沒有問題 是可以 可是 他是有香味的 他沒有說沒香味阿 他就是很香阿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個 WTuber要騙人說沒香味 可能他聞不到吧 反正呢 我最失望的是 他為什麼是有香味 我不想要有香味 我覺得如果是金油那種香味 水果香 我是比較難接受 但是 他是那種花香香精味 我就比較不喜歡 加上他又很厚重 我想要塗厚一點 因為防曬嘛 我通常會塗厚一點 就覺得哇 好不舒服 而且他 塗到眼睛旁邊 你就避開嘛 就不要太靠近 可是他過一陣子 他會化開 然後感覺你的眼睛就會 唉唷好不舒服喔 刺刺的 這個有點刺激 因為我擦很多防曬 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當然有部分也會有 可是他是蠻嚴重的 很明顯會弄到眼睛 讓我不舒服 然後又那麼厚重 然後又有香味 我就 真的不是很喜歡用他 我還買兩支嘞 所以呢 這個就對我來說有點雷了 當然如果你不怕香味的 然後皮膚又很乾的話 我覺得用他也是很好的 因為他跟底妝不會打架 好 最後一個雷品是 其實他沒有那麼雷 他們只是有一些缺點 我不能接受比較 先看一下他質地 我還沒說他的名字 叫Bear Recipe 是一個國外的品牌 是對海洋友好的防曬乳 那是物理性防曬 我本來想要買沒有香味的 但是他只有有香味的 就是文藝拉加那個Coco的味道 他你看是有流動性的乳液 你看 問題就來了 大家看出來了嗎 很厚重 泛白 情況很明顯 可是他抹開之後 過一陣子就會慢慢變透明 不會那麼白 不過他真的很厚重 這個是事實 你要擦整個身體這麼厚重的話 我覺得 就有點 不是很想要用 然後 味道到時還好 比較天然的 我是比較不喜歡他 很厚重 優點是 他很防水 非常的防水 但是同時 也不是很好卸 你要用卸妝產品 才可以卸掉它 你如果是用肥皂跟沐浴乳 你沒辦法完全的卸掉 所以還是建議要用卸妝產品去用 去卸掉 或者是你用那種沐浴油也可以 反正你就要把它卸掉 就是用油類的東西 或者是卸妝產品 不然的話 它會附著在你的皮膚上面 對你身體啊皮膚 也是不是很好的 你看 還沒恢復 但是沒有那麼白了 可是超厚重 你看我塗到這邊來 超油的 這個就是我一點點的雷瓶 而且它這麼大瓶 我不知道怎麼用它 可能在國外的話 比較乾燥的地方 用它倒是比較沒問題 好處是那個 防水嘛 然後還有 你可能大半天沒有補擦 其實它還是可以 因為它附作力蠻強的 而且它真的很防水 只要你多塗一點點 基本上一整天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當然是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補擦一下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還可以的 今天的商品講到這裡囉 喜歡我的朋友們 請記得給我一個讚 然後記得訂閱我 不要忘記開小鈴鐺喔 之後會陸陸續續很多很多分享給大家 終於講完了 我講得喉嚨痛 謝謝大家 下次見喔 拜拜